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省委副书记 省长韩俊出席会议 会上 长春市 吉林市和省卫健委主要负责同志 汇报常态化疫情防控工作情况 副省长安立佳提出具体工作要求 景俊还指出 当前我省疫情防控已经进入巩固成果 动态清零 逐步恢复生产生活秩序的新阶段 各级党委政府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始终牢记国之大者 在工作中要有实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 绷紧闲 不松劲 坚决做到防住疫情 稳住经济 安全发展 一要持之以恒 压紧压实责任 各级党委政府要进一步完善防控措施和应急预案 届时做到有组织 有队伍 有资源 有行动 各行业主管部门要科学指导 加强监管 抓紧 抓实 政策落实 闭环管理等工作 各单位要严格落实核酸检测 环境消杀 健康监测等措施 二要毫不放松 抓好公关收尾工作 全力做好医疗救治 尽早实现在院患者全部治愈出院 全力加强风控区管控区管理 按照规定科学解除管控 全力做好集中隔离点管理 严防发生人员聚集等行为 全力做好环境消杀 确保重点场所 公共场所全覆盖 无死角 三要慎重如始 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 保持快准延细时要求不变 各环节规范要求不变 防疫人员责任要求不变 坚持早发现快处置 强引导 进一步强化发热门诊 药店 社区等少点监测作用 对社会面新发现疫情 要第一时间开展流调溯源 隔离管控 转运收治等工作 引导居民养成良好习惯 营造群防群控 联防联控浓厚氛围 四要牢牢守住疫情防控重要关口 不断强化重点区域管制 重点场所管控 重点人群管理 加快创建无益单位和无益县市区 调动群众参与常态化疫情防控的积极性主动性 共同助劳 社区防线 五要加快建设强大的公共卫生体系 加强核酸检测和医疗救治能力建设 进一步健全疾病预防和数据支撑体系 提升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水平 最大程度保护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六要有序推进生产生活秩序恢复 重点加强复工企业管理 有序放活商贸服务业 因地制宜 因效制宜 开展复学复课 最大限度减少疫情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 韩骏强调 要严格落实四早要求 执行第一时间报告制度 以快制快 第一时间阻断传播扩散链条 从严落实企业主体责任 强化刚性约束 坚持网格化最小单元管理 加强核酸筛查 不留盲点死角 彻底阻断社区传播 细化重点场所 常态化疫情防控措施 强化对治愈出院者 解除隔离人员 高流动性人员等重点人群健康监测 坚持精准防控 强化督查检查 确保各项疫情防控举措 落细落实落到位 省委常委同志 省政府党组成员 省法院院长 省检察院检察长 省职有关部门及各市州 常白山保护开发区 媒合口市 各县市区主要负责同志 在各会场参会 今天下午 省人大常委会召开主任会议 决定省13届人大常委会 第34次会议 于5月7日在长春召开 会期一天 会议由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 副主任高广斌主持 副主任王少俭 张焕秋 贺东平 彭永林 庞庆波 贾晓东 秘书长韩慕恩出席会议 主任会议建议 省13届人大常委会 第34次会议议成为 审议 省人大常委会 2022年度工作要点草案 审议 锦临省药品监督管理条例 修订草案 锦临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 修订草案 锦临省机动车和非道路 移动机械排放污染防治条例 审议废止锦临省预防 植物犯罪工作条例的议案 审议 长春市物业管理条例 长春市反餐饮浪费条例 白山市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 关于修改 白山市燃放烟花爆竹 管理条例的决定 松原市爱国卫生条例 松原市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 关于修改 松原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的决定 审议 锦临省人民政府 关于提请审议 吉林省黑土地保护总体规划 2021-2025的议案 吉林省人民政府 关于提请审议 吉林省发行2022年 新增地方政府债券有关情况 及预算调整方案草案的议案 审议 省政府关于2021年 环境状况和环境保护目标 完成情况的报告 关于全省安全生产工作情况的报告 审议 人事任免事项 会议还听取了 关于吉林省人大常委会 2022年度监督工作计划 吉林省人大常委会 2022年度立法工作计划 有关情况的汇报 听取了关于2021年度 规范性文件 备案审查工作情况的汇报 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参加全国两会吉林代表团审议和到吉林视察时 做出率先实现农业现代化 正当现代农业建设排头兵的重要指示 2020年视察吉林时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从全国看 吉林处于农业现代化的第一方队 要争当农业现代化排头兵 今年来 全省商下把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 加快率先实现农业现代化步伐 我现在呢 就在公主领事留房子街道的石峰村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三台 国内目前较为先进的免耕播种机 正在作业当中 播种和施肥一次性的完成 将这些带着希望的种子 精亮的播撒到我们的黑土地上 富丰农机合作社理事长江峰告诉记者 今年他们采用的是 接杆翻压还田技术 可以提高土壤有机质含量 改善土壤理化性状 增强土壤蓄水保伤能力 再加上免耕播种机的应用 今年的春耕生产 省时 省工 保增产 我现在有三台 一天就能播三人场地 就是八二五的 它这个技术账本年 多打了两至三千斤一场地 今年来 国省把粮食生产 作为首要政治任务 和头等大事 持续提高粮食安全保障能力 全省粮食总产量 连续七年 稳定在700亿斤阶段性水平 2021年 粮食总产量 跨上800亿斤新台阶 今年我省的春耕生产 更是有望再创佳境 目前 全省玉米累计博种面积 达到5072.5万亩 同比快了10.9个百分点 今年我们还主推了 58项农业技术 120个农业主导品种 为夺取全年农业丰收 奠定了基础 在保证粮食文产增产的同时 我省在种业振兴商业 不断加大力度 出台大力推进 现代种业创新发展意见 设立种业发展基金3亿元 实施种制无大提升行动 开展科企联合公关 创建国家级现代种业产业园区 在吉林省复民种业 阳光温室浦地实验区内 悬域中的玉米新品种 厂世洗人 企业负责人告诉我们 阳光温室浦地的建设 实现了一年三季育种 让南北方育种工作 实现了无缝衔接 不仅缩短育种周期三倍以上 还让品种的抗性 得到了显著提升 实现了放心种 放心种 现在从这个大棚里头 已经选与出 自主的知识产权的自教系 现在已经选与出了四千多分 撤废组合 也得有个两万余分 保护自教系知识产权 也不保护了二十一分 今年 卧省启动建设 三个万亩核心示范基地 和三十个辐射示范点 启动大数据建设管理平台 通过天空地立体化监测体系 和预警体系的建设 提升现代化农机作业水平 围绕农业现代化建设 我们一直在加快推进 农业机械化发展转型升级 据统计 咱们省的玉米免耕播种机数量 已经达到4.2万台 使用农机购置补贴资金 达到了1.48亿元 农户采用保护性耕作的机器性 非常高 今年吉林省启动实施 千亿斤粮食工程 及早分解下达 粮食播种面积 8800万亩 超过国家下达任务 200万亩以上 同时 及时下拨 耕地地利 农机购置 和重量农民一次性补贴资金 97.7亿元 推进春坑生产 力促产能提升 稳住大国粮仓 端牢中国饭碗 北京时间今天上午10时38分 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 用长征二号钉运载火箭 成功将八颗吉林一号发射升空 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 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至此 由长光卫星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研制的 吉林一号载轨卫星数量增至54颗 此次发射的卫星 包含一颗宽幅01C星 和七颗高分03D系列卫星 吉林一号宽幅01C星 是由长光卫星公司自主研制 该星继承了吉林一号宽幅01AB星的成熟技术 其幅宽大于150公里 可为用户提供分辨率全色0.5米 多光谱2米的影像产品 具有高分辨超大幅宽 超大存储 高速速传等特点 吉林一号高分03D27-33星 是长光卫星公司自主研发的 轻小型高分辨摇杆卫星 也是长光卫星的卫星批产产品 该系列卫星幅宽大于17公里 可为用户提供分辨率全色0.75米 多光谱3米的影像产品 具有低成本 低功耗 低重量 高分辨的特点 此次发射的8颗吉林一号卫星入轨后 将与载轨的46颗吉林一号卫星组网 至此 吉林一号载轨卫星数量增至54颗 可对全球任意地点实现每天17至20次重访 为农业 林业 海洋 资源 环保 城市建设 以及科学试验等领域提供更加丰富的摇杆数据和产品服务 国省各地项目建设抢抓工期追赶进度 努力把疫情带来的影响降到最低 近日 沈白高铁白山段配套电力迁改工程全面复工复产 坚持复工防疫两不误 施工单位组织人员点对点入住指定宾馆进行21天的健康监测 同时采取闭环管理 目前项目已完成四基铁塔的阻力施工 完成一条光缆及上导线的施工 沈白高铁全长428.8公里 设计时速每小时350公里 投资近698亿元 其中白山段174.6公里 预计2025年建成通车 届时将结束白山市不通高铁的历史 我现在是在龙昌新能源 年产2万吨锂电池复级材料项目建设现场 我们可以看到现场的工人师傅们正在紧张作业 抢抓请好天气 奋力推进项目建设 磐石市龙昌新能源 年产2万吨锂电池复级材料项目 投资2亿元 于2021年9月动工 原计划于今年下半年竣工 今年2月25号 项目进入车间内部的石墨画楼基础建设 受疫情影响 企业施工进度一度放缓 当地政府在施工材料运输 工程车辆以及施工人员进场等方面跟踪服务 帮助解决实际困难 给我们提供了诸多方便 好手续好货物 整个疫情防空我们厂区实行闭环式管理 目前项目建设正在追赶工期 预计于8月竣工投产 打产后可年产2万吨锂电池复级材料 年实现产值5亿元 通化安宇生物制品生产基地建设项目 3月中旬开工建设 项目投资20亿元 打产后宁可实现10亿剂疫苗的生产能力 连人来项目克服疫情影响带来的不利因素 抢抓工期 以最短时间完成土建基础施工 目前进入项目主体的气柱施工阶段 施工进度已经达到整体进度的30% 项目在建设期间 得到了当地政府给予的大力支持 帮助我们重点解决了审批人员资金 等方案的保障要素 我们也非常的有信心 把受疫情影响的时间抢回来 立正早日投产打孝 近日省农业农村厅认真贯彻落实 省委省政府相关决策部时 扎实推动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复工复产 位于公住领市吉林德勒农业公司的生产车间内 工人们正在赶制甜玉米订单 德勒农业是一家 即鲜石玉米种植加工和销售于一体的企业 生产加工的鲜石玉米销售区域 覆盖北京 上海 广州 深圳 杭州 青岛等 40多个城市 及韩国 日本的国家 目前企业复工率已达80% 现在咱们是三条生产线在同时运行 每天能在8天乡左右 现在是45亿一线远格在生产 政府这块 首先一点是帮咱们办了一些通行证 购物化基本上能保证正常的化合 化合主体 抓住气温回升天气情好的有利时机 德勒农业生产基地的播种工作 也全面展开 咱们今年流转土地300公顷 得到6月30号结束 因为咱们种这个是棉玉米 错期播种 为了加快农业企业复工复产 近日 省农产品加工业和食品产业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引发了 关于加快推进 十大产业集群企业复工复产若干措施的通知 明确任务细化措施 在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前提下 全力组织玉米水稻 肉牛肉羊 中药材等 十大产业集群企业 做好复工复产各项工作 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经营秩序 随着全省逐步有序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今天 我省高三年级中职毕业年级学生 按指令有序返校复课 从早上六十起 在长春市第二中学 长春市养政高级中学 长春市第十一高中学等学校门口 学生们携带核酸检测证明和疫情防控承诺书 并佩戴口罩有序入校 学校校警 护学岗教师严把入门关 协助学生安全返校复学复课 我们采取的小单元的网格化管理 一个楼层当中班机是最小的单元 然后以楼层为单位做网格 分时段的入厕打水 这个由楼层的管理人员做统一的调配 我们在保证线下教学质量的同时 做到暂缓返校学生居家上课和线下同学同步 现在需要有充足的防疫必备物资 早上六点 吉林市第一中学门前 学生们佩戴好口罩间隔排开 在经过体温检测后进入班级 复课前 学校对所有返校工作人员 建立了健康状况抬账 有序做好教学衔接 确保师生安全复课 在专业队伍对学校室内外环境进行校杀之后 初期报告合格之后 我们校内的工作人员 又对室内外环境也进行了一次校杀 要抓紧时间 然后合理安排 提高学习效率 然后努力争取取得一个理想的成绩 严边州各学校严格落实日报告零报告制度 每日调度师生员工核酸检测情况 实行错峰错时入学和就餐制度 加强全城防护和校园内师生动线管理 全力做好疫情防控各项措施 白城市第一中学建立了校级领导 班主任 楼层长 政教处干事 学生干部 协同管理机制 复课前 学校还针对班主任 门卫 食堂 宿管员 校车司机等 关键岗位人员进行了疫情防控 培训 为推进复学复课工作有序进行 吉林省教育厅构建与当地疫情防控相适应的高三年级教育教学管理方案 各地按照分类师策的原则科学制定学生返校复课的具体方案 对于因故不能到校上课的学生 各学校执行线上教学与线下教学同步的方式 保证学生复习同步 不落一人 今天上午 省政府新闻办召开关于积极应对疫情影响 全力做好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就业工作的若干措施政策解读新闻发布会 为做好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 吉林省人社厅 省教育厅 省国思维等部门 结合我省实际制定了关于积极应对疫情影响 全力做好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就业工作的若干措施 并于4月29号以省就业工作领导小组文件印发 若干措施明确提出了坚持市场导向促就业 开发政策性岗位 扩就业 鼓励创新创业 代就业 采取多种渠道 缓就业 绩交重点群体 保就业 提升服务质量 稳就业等六个方面二项重要的举措 其中 计划省属国有企业吸纳1000名高校毕业生 各市州 县市区国有企业吸纳2000名高校毕业生 今年公务员 事业单位招录招聘规模将比去年增加10% 基层服务项目方面 将吸纳约2万名高校毕业生 比去年增加近三倍 同时 通过加大就业建席开发力度 扩大高校毕业生升学规模 支持大学生应征入伍三种渠道 实现缓就业 在高校设立大学生就业创业指导服务站 对带动创业数量多 对大学生创业支持力度大的创业孵化示范基地 予以资金支持 以促进在校大学生就业创业 接着从5号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 今年吉林省将进一步扩大全省事业单位招聘规模 发挥政策性就业岗位吸纳就业的功能作用 今年重点抓好的事业单位招聘项目有 全省各级各类事业单位的常规招聘 今年计划招聘人数为1.7万多人 比去年增加近10% 全省特岗教师招聘计划 今年计划招聘人数为3000人左右 全省三支一福招聘计划 今年计划招聘人数为1000人 比去年增加100% 全省社区治理乡村振兴专干招聘计划 计划招聘人数为1.4万人 分三年完成 鼓励有条件的地区 开展高校毕业生代编入伍 应征招聘计划 整个招聘计划 设置在3万人左右 可以说是近年来我们省 开发政策性就业岗位最多的一点 特别是社区治理和乡村振兴 这个专干招聘计划 是我们省首次 为基层社区 行政村 招聘事业单位编制工作人员 主要目的是希腊优秀高校毕业生 到基层就业创业 以提高基层治理的效能 体现了神为省政府 对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现代化建设的高度证实 所以希望广大高校毕业生朋友 准备就业观念 积极投入到基层 去实战才华 进行创业 为弘扬五四精神 连而来各地开展了多种形式的活动 激扬青春力量 昨天全省各地在线上线下 同步举行了五四新团园集中入团仪式 引导青少年坚定理想信念 强壮精神营养 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 自觉担起新时代的历史使命 直死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成立一百周年之际 我很荣幸正式成为了一名团员 今后我要树立远大理想 发奋学习 积极进取 向着新的目标乘风破浪 勇往直前 柳河县组织团员参观柳河党史馆 和吉林长白山区第一党小组纪念馆 了解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柳河百年光辉历程 接受红色教育 传承革命精神 通话是三十多个社区及基层共青团组织 开展了砥砺奋进首出新 五四青年节主题活动 通过党员为团员佩戴团灰 讲抗联故事 重走静语陵园抗联小路 追寻英雄足迹等活动 引导青年团员传承红色基因 继承光荣传统 本轮疫情发生以来 吉林市共有7.18万名志愿者 坚守在志愿服务第一线 累计上岗165万人次 今天的战役有我青春绽放专栏 来认识其中的一位95号志愿者 王世新 协助核酸检测团队 录入检测结果 是王世新每天的主要工作内容 这个6平方米左右的停车场 值班港亭 就是他40多天来的工作间 我们的流程就是把这个码扫上来 然后我们把它上传到计算机中 上传到我们的微信中 然后我们再从微信中 把这两个码提取出来 到我们的表格里 本轮疫情发生后 吉林石化公司团委 发出青年志愿者招募通知 刚刚参加工作的王世新 第一批报了名 按照共青团吉林市委的统一安排 他和几名志愿者 共同承担起核酸检测中心 计算机数据处理的任务 王世新说 信息录入是一个磨人的活 每天要重复上千次 得快还得准 一坐就得几个小时 甚至十几个小时 有一天晚上我记得很清楚 就那天晚上下着大雪 基本上说我的故乡辽宁大连 来支援吉林市 我真的瞬间热烈引火 因为我感觉就是 在这场疫情中 并不是我自己一个人在努力 而是大家一起合力 在完成这场疫情防控战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 我省涌现出很多战役夫妻档 李响和史维伟就是其中的一对 今天的《我是吉林人》专栏 就让我们了解他们的战役故事 我是长村中央大学 附属第三临床医院 后勤的一名工作人员 我叫史维伟 3月20日 我愿接管北湖奥底方舱医院 我和我部门的同事 请站来到方舱 主要负责后勤保障工作 在这里主要是 桶头管理 运送医护人员和舱内人员的各类物质 我们要全天24小时提供保障 不能战场杀敌 但是我们要为一线提供弹药 让一线的同事没有后顾之忧 心里也想跟他联系 但是大家平时工作都很忙 而且每天都穿着大白 也没有时间打电话 所以想到用写信的方式 为彼此加油补劲 每天我都讨个空闲 跟家里视频 儿子被爸妈照顾得很好 吃饱喝好 天天开心 奶奶问他 爸爸妈妈去哪儿了 他奶生奶气地回答 爸爸去单位了 妈妈去采核酸了 我们虽然岗位不同 但是目标是和现在每一位 昼夜奋战的抗疫人员都一样 等疫情过后 我要给我的爱人 补过一个生日 然后好好地陪陪父母跟孩子 有一种浪漫叫并肩作战 我是吉林人 只有大家好了 小家才会动靠 吉林加油 吉林加油 长孙加油 随着我省逐步解除社会面管控 生产生活秩序陆续恢复 在此期间 个人防护仍需重视 口罩该如何选择 来看专家指导 这里是吉林省气检院的实验室 在我身后 工作人员正在进行 口罩的物理性能检测工作 那么什么样的口罩 能够达到防疫的要求呢 来听听专家怎么说 N95口罩 作为医用防护口罩 它具有密合性好 对细菌和病毒 阻隔性强 佩戴时效长等优点 能够为使用者提供 很好的防护要求 目前市场上常见的口罩 从使用方式上 主要分为医用口罩 和民用口罩两类 其中医用口罩 又分为医用防护口罩 一次性医用口罩 和医用外科口罩三种 就疫情而言 能够达到防疫要求的 只有医用防护口罩 近距离使用口罩时 医用外科口罩 和一次性医用口罩 能够达到阻隔细菌的作用 但密合性不好 日常防护型口罩 儿童口罩 仅能够用来防粉尘 雾霾等 不能阻隔细菌 不建议作为防疫期间 细菌环境下防护使用 在目前疫情 没有完全解除的情况下 市民出行 我们建议大家 还是一定要选择 N95口罩 就是我们市面上 能见到的医用防护口罩 下面来看 我省新型冠状病毒 肺炎疫情的情况通报 5月4号 零至24时 全省新增本地确诊病例4例 清型2例 普通型2例 其中长春市3例 含2例无症状感染者 转为确诊病例 吉林市1例 新增本地无症状感染者20例 其中长春市18例 吉林市2例 5月4号 零至24时 全省新增治愈出院 确诊病例263例 其中吉林市219例 长春市37例 沿边州4例 白城市3例 新增解除 隔离医学观察 无症状感染者493例 其中吉林市309例 长春市170例 沿边州8例 松原市4例 辽原市1例 白城市1例 来自省应急厅的消息 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 我省未接到生产安全事故 森林草原火灾 和其他自然灾害报告 未接到亡人火灾报告 实现工况山贸 零亡人事故 森林草原零火情 各重点行业运行安全 全省安全生产形势保持平稳 省安委办11个督导组 采取线上加线下方式 累计检查57个县市区 48个行业部门 129户企业单位 省市县三级应急部门 在微化品 煤矿 非煤矿山 公贸等直接监管领域 检查指导企业 17042户次 五一假期 全省12000名消防森防 和专业救援力量 加强值班职守 同比去年火警数下降27% 下面让我们在歌曲 《春天的畅响》的旋律中 结束今天的节目 《春天的畅响》的旋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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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